射尖火烤虐身 起冲学校硬凹 学生搓揉导致 这一张的话就是射尖烧脚之后小孩的伤口 相当深 射尖要烧到一场 人本基金会昨天到台中起冲学校 拉白布条抗议 该校的灵性射尖 上月初因一名中度滞胀的学生不想住宿 企图自行离开学校 就向他拉到办公室 压在椅子上 拿出打火机烧伤学生又小腿两处 左脚腿一触伤口 人本表示 该名射射尖犯行不断 校方一再轻重 才会发生烧脚事件 这个孩子在这之前 也被这位射射射打过脚皮板 全过胸口 那这位射射其实在一月份的时候 也因为曾经掐别的孩子 还有推别的小孩 被寄了一个打过 但校方辩称 3月6号到8号 射射射每天只有动脚踢学生一到三下 伤口红肿 可能是不断搓揉所致 不知烧伤从何而来 校方坚决否认火烤学生 表示射射是一年一聘的特教助理 校方以一职权 直接解聘 专家表示 刷伤已达三度以上 伤害最可依刑法 除三年徒刑 并可提名试赔偿 人本痛批 泰中起从学校频频出事 月初人本曾公布该校 廖姓老师 暴力管教 应立刻解聘 但校方表示一记两大过 解聘或停聘 去经由校评会程序 昨天廖姓老师出面道歉 我希望他改过来 为了好还要再更好 谢谢他 斗新闻台中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宣戏 星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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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职 子 二 第二 节目